巴黎大坎里今年将首次参加由新北市卫生局所举办的健康活力秀 为了力求表现 长者们每周四个下午都会在活动中心练舞 大家都说不会累反而都觉得很有趣 长者们一会儿扮小兔子一会儿又是翘屁股 模样看起来超可爱 为了参加6月5号在淡水举办的健康活力秀 大家都是卯足全力 走到这边 走到自己的手上 这样 看他 对 当枕头躺在手上 眼睛 看眼睛 笑眠眠 很好 人家轻松不错 练练胜体 不然你像我们这家年会这么大 那个腿都四个腿弱 如果跳舞可能阿伯的那个band会比较软 感觉很好 大家都高级交一些朋友 跳舞感觉很困难 不会啦 很快乐 巴黎大坎里去年成立社区关怀据点 里长为了让长者的身心更健康 今年首度带领长者参加新北市卫生局所举办的健康活力秀 而且在里长的号召之下 马上就有二三十位长者参加 去年有看别人表演 因为大家那个老人家都很高兴 很快乐 所以想说 我们已经有关怀据点了 所以请老人家们一起来活动 一边可以运动 一边可以联络感情 他们的意愿都很高昂 每周一次的练习这天虽然才第二次 不过大家很努力互相帮忙 相信到时候一定可以有很好的表现 记者方坚凯里面会巴黎采访报道